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西安女士的频道 今天这条视频的主题呢是一期穿搭 因为最近我买了几件快时尚的单品 有是Zara的,还有的是HM的 所以今天呢我就是想说从中挑选出来五件单品 然后搭配出来五套look 就是用这五件单品你可以穿一个星期 好吧,那么现在呢我现在给大家一一看一下这五件单品 第一件单品呢是来自于Zara 它是一件无袖的T恤 但是它也不是说是我们的那种胯篮背心 也不是,它是在肩膀这块做了一个垫肩 所以它比我们的这个普通的这种削肩的背心 其实是要多出来的 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很闲脸小的一个穿搭的方法 就是你去选择肩膀这块造型比较突出的衣服 比如说是这种突出来有垫肩的 西服的话也可以选择 比你的肩宽稍微多一点点的那种板型的设计 这样会显得你脸小 这样也会显得你本人就是身材比例会好一些 而且就是如果你对于你自己 肩膀这块的线条不是特别满意 比如说这块这个斜方肌比较明显啊 肩膀这块又没有肌肉 就可以选择这样的垫肩的背心 今年还是非常流行这样的T恤款式的 第二件要跟大家分享的单品 其实是一条长的牛仔裙 这个一会儿给大家穿上展示一下 大家就知道这条裙子其实是长到我的小腿的 我是非常典型的离形身材就是腰比较细胯比较宽 然后大腿部分的脂肪会比较多 所以就是在穿搭上面会尽量规避掉自己的缺点嘛 就是把胖的地方盖住 然后尽量凸显自己的优势 比如说腰细这种 所以就这个裙子呢 它就是非常完美的遮住了大腿这个比较肥胖的部分 然后因为它这条裙子这个腰做的很高很细 所以它可以非常好的贴在我的腰部 就会显得我整个人很显瘦 这条裙子底下它是有一个前开叉的 这样就是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呢 也不会说像日本人穿和服那样卖不开步子 它这条裙子在后面有一个兜 所以就是实用性来说的话还可以 一共有三个兜 后面这个兜就是装饰性的来说的 比较强 然后下一件单品呢是来自于H&M 它是一个比较低胸的一个背心 前后都是这种神威的 面料的话呢是比较凉爽柔软 这个没啥好说的 我当时就是看上了这个衣服的颜色 我觉得在夏天穿的时候 这件衣服还是能给人一种很活力很阳光 让人不至于那么荡的一个衣服 就是穿在身上的话 你看这个颜色你自己心情也会好一些 像这次想做的这几套穿搭来说 其实色彩我觉得有一点暗淡 所以选了这个单品 来做一下调剂 接下来呢是一条裙子 也是fromH&M 肩袋这块是一个木耳边 前面是一个威领 比较好的能修饰一下 前面这个脖子的这个长度 有点像我们那种度假风的长裙啊 只不过我选择了一个黑色 一个是我觉得我度假 应该不会去穿这种裙子 还有一个就是 今年也度不了假了 这条裙子在日常来说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这个款式有点化妆 有点浮夸 所以今天我会在这里面搭一个T恤 就是让它平时也能穿出门 这条裙子的话呢 款式来说我还是很喜欢的 但是它面料是有点薄 有点透的那种棉布 毕竟快实际上吧 就是它的品质也是在这儿 面料的选择上面也是不是很好 最后一件单品呢 是一条裙子fromZara 这条裙子其实在我跟我车里很久了 然后最近把它买回来 才发现这条裙子很适合我啊 我再想到一遍 就是因为我是离心身材嘛 就是腰细 然后胯宽 这条裙子就是它的腰 做得很合适 就是臀这块呢 也是很好的能包住你 它在大腿部分 这个裤腿做得比较肥 然后在裤脚的部分 它做了一个扫 就把它又收紧了 所以它是属于一个 比较偏于锥形裤的那种裤子 就是这条裤子 你吹上以后 你不会觉得你的腿粗 然后带着你会觉得你的腰很细 所以这条裤子 我觉得还是很适合 立行身材去穿的 不管是说穿高跟鞋也好 穿平底鞋也好 我都会觉得 自己的身材比例还不错 这条黑色的裤子 现在呢 跟大家分享完这五件单品 那么接下来就看 我是怎么用这五件单品 这条黑色的裤子 以上呢 就是我用这五件单品 搭配出来的五套look 可以满足你一周的出行穿搭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内容的话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哦 感谢更多好玩的视频 可以关注我 巧克力姑娘是仙女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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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